喂 阿老爺啊 這個媽政府 到底是在變什麼樣子啊 那個史上最貪的檢察官 景天博 還有前工總理事長陳武雄 都可以在發肩執行前 落跑到國外 到底有沒有王法啊 吼 這個小case啦 我跟你說 近久調查局的統計 馬英九當了八年總統 就有超過一百個藥犯逃亡 目前為止 還有兩百一十二個重大藥犯 在海外沒有規案 兩百多個 這也太多了吧 唉唷 親才跟你說幾個你都沒有英雄 像是那個炒股鄉判行的前立委羅胡柱 行賄法官的苗栗縣前縣長何志輝 放高利帶又暴力討債的 地下金融教父萬眾 賤賣遠東航空資產的前董座崔永 跟總經理陳上群 還有交通銀行前董座 梁成金 嘉義前議長余政達 通通都嘛是有權有勢的大咖啦 哈 他們都跑到國外去逍遙了 我還以為他們都關起來了咧 這實在有夠可惡的 而且還越逃越多 四年前逃了十四個人 前年也十四個 到了去年就增加二十一個 今年還有二十六個前逃海外 這些罪犯逃跑 好像在走廚咖那簡單啊 他們不但不用面對司法 竟然連犯罪所得也沒繳回 有的搭漁船偷渡就認了 還有的根本是雙重國籍 直接從國門搭飛機就落跑 實在有夠扯的 如果是我們一般小老百姓犯罪 一個也跑不掉 馬英九以前當法務部長 前幾天還用警天柏的例子 要司法人員警惕 結果他自己任內竟然還有這麼大的趁機 這實在聽不下去了啦